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扶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节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也 各位记者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看132页 现在讲到八关斋戒 现在讲到十善业 五戒八戒十善业 不杀道邪淫 不妄语两舌 不恶口其语 离贪嗔邪见 诸善之根本 佛说十善业 仁天善首音 三圣圣法律 讲到十善业 十善业是大圣的菩萨戒 那我们来看 禁戒第三 十善业也称十善戒 那这里讲的禁戒第三就是前面有五戒 然后有八戒 那这里有十善戒 就三个禁戒 所以第一是五戒 第二是八戒 第三是十善戒 所以这是第三 在如来制定的律语 有受受疑似的律语中 并无十善业 那其实最早 其实也没有疑似 你如果看阿安经 五戒并没有特别什么疑似 其实也没有 八戒大概应该 应该可能有一次 那八戒是依着印度的习惯来受的 六戒日 可是五戒基本上 大部分是佛弟子 那么就是过一之后 然后致辞 有些是致辞受五戒 那其实也好像有什么特别疑似 好像出家 就算出家聚足戒 一开始跟佛出家 也没有什么特别疑似 也没有什么三师七正 还有三番结魔 现在出家可 现在的出家疑似可多了 那像泰国其实还保留着 比较简单的疑似 这个是聚足戒 我讲到戒 因为这是后来 后来慢慢慢慢 就开始有固定的疑似 像龟一受戒 一早开始都没有疑似 包括出家都没有 那我们讲到戒 现在假设来讲 这五戒 八戒 八观灾戒 还有十善戒 这个菩萨戒 菩萨戒 其实有些菩萨戒就是十善戒 像现在好像法谷山 有些也是受十善戒 法谷山的菩萨戒 好像十善戒 然后这个沙咪戒 沙咪 用沙咪名戒 四叉戒 四叉 四叉是四叉摩纳尼 这是六法戒 这是六条戒 这是三戒 这是十戒 这个十戒跟这个十三戒不一样 这个四叉戒 四叉摩纳尼戒 四叉戒 这个是六条戒 然后比丘 比丘尼戒 大概这样 比丘 比丘 比丘戒 北传的 四分率的是 250条 比丘尼戒 这个都叫做巨竹戒 这个都叫做巨竹戒 巨竹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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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丘 比丘尼 比丘界有250条 这个是14分率的 比丘你有348条 这个是4分率 14分率的比丘尼界 比丘界 不同的绿点 界条是不一样的 早期的时候 基本上五界也没什么意思 巨族界其实也没有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出家 基本上没有特别什么受界 就善来比丘取法最后 就这样 而且12年中也没有自界 哪来的仪式也没有 也都没有戒条 12年中 依4分率来讲 12年中是没有戒的 12年后开始 一条一条字 从盈利界开始 一条一条字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后来出家也没有仪式的 就出家 一般我们上 出家受戒 刚开始是没有的 后来就多了 后来出家就开始有遮难 轻遮重难 什么样不能出家 什么样不能出家 然后还要三思七认 还要几番结谋 就多了 出家受戒 开始有很多仪式 一开始归依其实它也是简单而已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圣 最早的归依就养归依嘛 那时候还没生短 佛陀在菩提树下的时候 有两个三人 应该是体力波位的样子 然后就是去供养佛陀那种草 密草的那种女夫那种 他们就受归依 归依佛 归依法 那时候还没有生 还没度无比丘啊 那在菩提树下吃饱了张才庆 不约度无比丘 无比丘之后才有生 那个时候才有三归依 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其实也没有 就归依依受戒 那这个在家的话 就是归依依受戒 那出家的话就是出家受戒 如果在家是归依受戒 那一定都有受五戒 那后来这个是家受的 那这个是佛法里面 古来本来就有的 是善性 那慢慢大圣佛法兴起的时候 像以解释运就集合佛 所说的法 有一个以解菩萨戒 那另外有一个在家的 六众二十八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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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众二十八千之后 就比较晚后 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放宝尖的菩萨戒 大概就关于戒 但是戒一开始其实 并没有 其实也并没有很多义鬼 没有意思 出家當時也沒什麼意思 像如果我們在北船出家 受戒都至少要一個月 有的甚至兩個月 受戒要一個月 受戒不用一個月 受戒其實大概 如果在南船的話 出家就自然你要受戒 好像前後也不用一個小時 所以不用 像我們去受菩薩戒 受武戒 其實也是一樣 之前都是在排班 演練 然後就是反正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真正受戒的時間不長 大概就 就算照遺鬼 三思七陣 然後起番 結膜 其實也不用一個小時 其實是不用的 後來因為要慎重 讓你覺得莊嚴 北船的基本上 有所謂的三坦大劫 南船的沒有啦 沒有什麼三坦大劫 這巨族界 北船的是三坦大劫 這個是後來才演變出來的 原來沒有什麼 原來沒有什麼三坦大劫 三坦就是 三坦就是沙咪 比丘跟菩薩 就這個 這個跟這個 比丘界 沙咪界 菩薩界 先受沙咪界 然後受比丘界 然後受菩薩界 就變成三坦 那燈坦 它有一個坦詞 它有一個坦詞 然後你從下面上來 那因為早期 早期有所謂的戒坦 燈戒坦 這個坦是戒坦 在佛陀時代當然沒有什麼戒坦 後來慢慢慢慢就規定 必須要有戒坦的 那麼就是要 有些就是中國有國家規定 那這個地方是可以傳見的 那你才可以傳見 那有所謂的戒坦 那登戒坦受見 那北船有菩薩界 所以它就有分三坦 沙咪 比丘 菩薩 沙咪坦 比丘坦 菩薩坦 登坦受見 那就變成所謂的三坦大見 那如果遇到佛陀的 佛陀的這個原來 之前沒有菩薩界 就是受見而已 那受見並不是說 你先受沙咪界 然後再做比丘見 然後再做菩薩界 其實沒有 原來是你只要滿 像你只要滿20歲 你就是受比丘見 你未滿20屆 你就是受沙咪界 就這樣 那現在我們不是 現在你就算已經滿20歲50歲 你也是先受沙咪界 然後再受比丘見 現在變成這樣 像我出家是 我出家已經20幾歲了 已經超過了 滿年齡了 然後你要先受沙咪界 那有一些是出家沒有受沙咪界 然後到了三坦大見再一起受 所以我出家是有受沙咪界的 就先受沙咪界 那有些就出家沒有受見 這個就是後來慢慢也變了 原來就是你出家就是要受見 沒有那個出家不受見的 那像我們就是出家 然後受見 然後受見要等 等什麼 等看哪裡有三坦大見 那以前是一年只有一次 還要看師父要不要給你去受 那有的人出家十幾年 變成老沙咪也沒有去受見 我們以前就有一個也是很久很久都沒有去受見 老沙咪 甚至有的都不去受見 就只是沙咪 那就變成 就變成是 一整是沙咪界 而且他不一定有受見 他沙咪還有分 他有些有受沙咪界 有些沒受沙咪界 那就變成你有受 就是有那個儀式你才有受 沒有那個儀式你就是出家而已 那有受你就有受沙咪界 那如果是泰國 南傳的就不這樣 你超過20歲 這個比較模仿原來的做法就是 你超過20歲有行為能力 可以為自己負責 那你就受品修見 那還沒有年紀還沒有20歲 那心智還沒有完全成熟 你就受沙咪界 沙咪界只有十條而已 比較簡單 那他還在發育 或是說那就是過不死 可能你比較辛苦 早期很多小沙咪 然後過不死變成吃風或發笑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佛陀那個時代就是 20歲以上你就是受 你就是受比丘禁 20歲以下就是受沙咪界 那維新界比較不是這樣 你就如果又出家 你就先受沙咪界 或是沒有受界就出家 等這個三坦大禁 那以前不是每 現在是可以到處都有 誰都可以半山坦大禁 以前不是 以前只有一年只有一次 那你今天也沒有受就要等明年 不然就沒有 你就沒有 然後還要看 借你要看你的資格 胡互胡互 那師父不讓不讓你受見 師父不跟你簽名 你還是不能受見 就變成這樣 所以有一些都要等 像我就兩年後才去受見 出家兩年後才受見 那有一些是 出家那一年剛好有三坦大禁 他就直接去受見 是這樣 那就是有分啦 那泰國又不是 泰國就 你去了你要出家 他就幫你替 就也不是啦 就是說你要出家 然後他就有一個儀式 那這個儀式完了 你就是比丘啦 沒有 大家 大家回在一起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特別 一個什麼見譚 你一個人也出家受見 三個人也出家受見都可以 那我們不是 我們是 我們是一個地方 然後聚集起來 一次兩百人 三百人 四百人 所以我們那個受見的時候 是四五百人 男眾女眾加起來四五百人 然後一起受見 那時候要登壇 慢慢排隊 慢慢上去 那佛陀時代 哪有可能急了那麼多人 沒有就是說 你要出家好 那就稍微跟你講一下 然後就受見了 那早期更簡單 善來比丘虛法治諾 夾沙卓身 他就這樣就是說 你要出家是不是好 那你把頭髮剃了 那你自己要準備你的衣服 要準備 對 因為他沒有 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 常住提供的衣服 你要有衣服 衣波 聚足衣波 你要有衣服的波 因為你出家 你一定要換衣服嘛 那你要去偷波 你才給你這道 這是佛教的 那你要有衣服 你不能穿這家衣服 還要有波 所以你要聚足衣波 然後這個虛法治諾 然後夾沙卓身 那就是要你有衣有波 然後你把頭髮剃了 然後你就出家了 就這樣來 就這樣做一堂 最早也沒有戒 最早是沒有戒的 12年12年 一世分裕 12年之後才開始受戒 那因為家流投影 那家流投影出了家之後 他是有結婚的嘛 他是有結婚的 那家出了家之後回到家 然後他媽媽跟他講 那你我就是你身為一個兒子 那你出了家 我沒有絕後沒有後代 我們家事業這麼大 沒有人親民 你好歹也給我生個兒子 生個小孩 所以他就回去跟他太太 又又又又 又行保住一起來 那個時候還沒受戒 那回來人家就講了 他家家家家家 他現在又回去 然後或者就跟他講了 只會第一條就不贏戒 那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支戒 所以他也不換戒 也沒有規見不可以 那他媽媽就說 當你出了家 那我這裡就試驗 那怎麼辦 那你還要出家可以 不然你要有兒子 給我一個 你要給我一個孫子 那我才可以繼承 長大可以繼承家業 就這樣 就開始自第一條 然後就後面就開始 那麼這個殺生戒 偷盜戒 就這樣一直自 自到現在 大概就250條 現在如果佛陀還在的話 不只250條 你看看 開車子放 開車子放 就不止了 就可能非常多 好 那這個是講到 講到這個 這個十善戒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有受受儀式的律 並無十善戒 就是受就是受戒 就是我為你受戒 你來這裡受戒 受 受就是我給你 受這個第二個受沒有守住法 我就是接受 我接受你給我的 就沒有十善戒 但是講這個是後來才有 早期都沒有 早期沒有特別什麼受受儀式 沒有 初見他受戒都沒有 包括某戒也沒有 八戒可能就有 某戒比 出交戒都沒有 後來就有 後來很早就有 但是十善戒也沒有 一直到現在也沒有 十善戒的戒 不過我知道好像法谷 他的菩薩戒是受十善戒的 他們也沒有賣 就是好像披個彩袋啊什麼 是有點像仿日本的 有一個袋子 十善戒 就菩薩戒 他說彈依華顏經十地柄 那麼幽波色戒經等 幽波色戒經很有名的 就是六雙二十八戒 就是菩薩戒 大部分在家受的菩薩戒 是六雙二十八戒 像我之前 我二十幾歲去受菩薩戒 那個時候很少人受菩薩 就是老菩薩才有受菩薩戒 因為很多人 看到菩薩戒都會害怕 起心動念就犯戒 哪有可能 又不是木頭 又不是石頭 那受了戒 常常犯戒也不好 所以我要心親近的 我才去受戒 你心親近的就不用受戒 心親近就不會犯戒 你就解頭來要受什麼戒 那基本上 早期很少人怕去受菩薩戒 其實菩薩戒不是這樣 菩薩戒是以普遺心為戒 你雖然會犯 但是你就是有受戒 你才會謹記自己 會謹慎 還會謹言慎行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幽波色戒經六雙二十八戒 它是專門是對在家人的 因為這裡大概就講到 因為十善戒是菩薩戒 十善戒是菩薩戒 那幽波色戒經裡面也有講 陸中論裡面也有講 那色波羅密多論裡面都說 十善越大為菩薩戒 所以叫做古菩薩戒 其實就是佛啦 佛收就是說沒有自殿 基本上諸佛沒有自殿 沒有特別自殿 就是以十善法為戒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所以十善越道是菩薩戒 這是古菩薩戒 從阿安經以來 十善越為主要的德行 與五戒並稱 所以清唐教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 人天聖果 基本上就是以五戒十善為主 五戒就可以保人生 十善可以升天 但是十善也可以不升天 要看你十善做到什麼程度 你也可以修天不升天 是可以的 佛法中戒與利宇是同 而又多少不同 無論是自嗜獸 從嗜獸都是戒 也有自嗜獸 自己在佛前獸 不自己發心獸也有的 根本都是十善越 因為佛法無非就是身口意清淨 那十善越其實就是規範身口意而已 那戒的目的有兩個 一個就是預防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對治 就是規範 就是客制 一個是預防 一個是客制 戒的重點 就預防 舉得力來講 比如說我直接受了八方才戒 一天一夜而已 那八方才戒第一條不殺身 那我本來 我本來平常 本來平常 比如說我擦桌子 上面有螞蟻 抹布拿起來我就擦掉了 可是這樣就會死掉很多螞蟻 可是我今天因為有受氣 不殺身 我要只清淨一天一夜而已 就 盡量 用那個 用那個雞毛毯子來錄什麼 或用風把它吹掉 我盡量不殺他 那平常不會注意 平常反正就乾淨就擦了 你不管他 但是現在有受八方才戒 一天一夜 我要清淨一切 有用得八方才戒的功德 那我只有才一天而已 我要盡量要讓自己清淨 五億中的殺我都不要 所以我就很注意 所以你就預防犯戒 就是 你就要讓自己盡量不去做 因為我有四眼 我也會遵守我的四眼 所以他有預防 第二個就是克制 我本來要犯 但是今天 今天我有受八觀才戒 或是我受菩薩戒 本來這種以前 我就會直接罵人 現在不餓口 不兩者不餓口 今天忍一下不要犯 克制 我也受八觀在這 我今天不可以喝酒 雖然公司要聚餐 但是我今天受八觀在這 或是菩薩戒六災 我今天以茶代酒 我今天不喝酒 要喝明天再喝 今天他就會克制 因為我有受菩 那如果是進行瘦的 那你一樣也會克制 一天一月的 或是六災日 或是進行瘦的 那基本上他就會克制你的煩惱 如果你沒有克制 他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就會加重 就會串洗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戒有這樣的功用 他並不是你沒有煩惱 他重點就是要克制你的煩惱 然後預防你起煩惱 防治 所以為什麼要去受戒 就是因為有煩惱才要去受戒 沒有煩惱就不用戒了 像佛制的幾百條戒 因為有煩惱才治 沒有煩惱大家都沒煩惱 不用治 不用規定什麼 大家都不吐痰就不用定一個法律 吐痰 不可以隨地吐痰 吐痰要罰多少錢 沒有人會吐痰 你幹嘛要定這個 是不是 一樣 那因為有人會犯 所以才要定 那都是因為煩惱 而為了防治煩惱 所以才自見 那我們如果有煩惱 那為了對峙我們的煩惱 我們在佛前發下誓言 我們要這樣 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他就比較有力量 我曾經對大家說 從今不再講髒話 我遇見大家我就會克制 我有跟你講過 我不再講髒話 類似像這樣 那 比如說夫妻 夫妻彼此有許諾 彼此不欺騙 所以遇到要欺騙的時候 就盡量 不做盡量 就不會再欺騙 就說有什麼事直接講 告訴我 有這種許諾 那問題我們不是對人 我們是對佛有許諾 佛是我們最均敬的 要學習的 所以我們的心就會比較 孔子講的叫戰戰兢兢 會謹慎 然後會防治 會克制 預防克制我們的煩惱 讓我們不犯戒 其實是這樣 所以去受戒其實是有好處的 並不是說你都不會犯人 想去受戒 都不會犯人就不用去受戒了 其實是這樣 因為會犯 因為會犯 所以我要受戒 我要克制我自己 其實是這樣 好 所以他這裡講 不管是自私受 從私受 都是戒 那有一些很遠的地方 都沒有人可以幫你受 那你知道你就自己在佛前受也可以 也可以 有這種自私受 那菩薩戒 五戒 基本上有些也是有自私受 那比丘戒就沒有了 沒有 很少 那五戒大部分 根本跟沒有人的話 他說根本為十善業 那這戒的根本都是十善業 其實都是 你看這個五戒殺到遺忘 那殺到遺忘 其實就是十善業啊 那這個八戒其實也是 其實都是十善業 其實就是生口義 不管是生口義 我們的煩惱來自於生口義 那主要就是有貪成癡 照殺到遺忘 主要就是這樣 那這樣拆開來就是十善業 所以依據修學者的環境 根性 制定不同的因手規律 像五戒 八戒 那四戒也是綠儀 所以在這戒服業中 再說根本得行十善業 例如就是對不同 不同環境 不同人所規定的 那戒是 戒是 這是波羅題目差 就是別解 別別解脫 那基本上是戒 就是比如說像 比如說像殺到遺忘這種 那基本上它是比較屬於 就是德性這種是屬於戒 那比如說規定要注重衛生 衣服要穿好 那這種就是綠儀 那有些綠儀就是戒 有些有些不是 所以它這裡講 一樣 但是又多少不同 好 它說十善業分生口亦三類 生業有三 雨業有四 再去一次 我們來看 十善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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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十善業 現在這裡講 戒 就這就是五戒 八戒 兩樣 不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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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疑你,不疑你,不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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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云广 这个是口业 这个是口业 这个是圣业 这个是圣界 这个是意业 这个是十善业 十善线 这个是圣口意 那这一些都是烦恼 就是怎么样不起烦恼 克制烦恼 不 你怎么可以不 我本来要做 但是我自己许诺 我不能这么做 所以就克制 或是我怕鼓爆 或是我要功德 不管 反正就要像说 我来开车 这个超过时速 那么多少 超速 那么我怕危险 或是我怕被罚款 我就不超速 不闯红灯 那像这样 那是有规定 都不 这个是十善业 那这个是五戒 杀到与妄 其实妄语包括这些 刚刚展开了 杀到与妄 这个是五戒 五戒里面的四条 在五戒当中的 那八戒戒 其实也是五戒在扩张的 就是扫益之主的 那这里我们来看 那这里怎么说 他说 深夜有山 这个杀到与 跟五戒的前面一样 与与妄有事 他其实是不妄语的扩大 跟五戒同 不两舌 他现在讲 不妄语跟五戒一样 不会对说不对 不对说对 好说不好 不好说好 有说没有 没有说有 就欺骗了 那我们前面讲过 上一台课讲过 戒都是在戒对别人的伤害 五戒 五戒是这样 那如果是八戒戒就不是了 那么除了不伤害别人之外 还要怎么样 还要不喜欢 努力不喜欢 不伤害自己的 不为自己长大 就是不增加自己的 这一个武裕享受烦恼 比如说不歌舞参技 你没有伤害别人 我自己唱歌跳舞 有什么 但是这个放逸 就是你会增长烦恼 增长武裕 所以八戒戒是种在那个扫益之主 所以在家里说出家吧 出家也是要送扫益之主 过午不死 像这一类的 我过午吃也不会伤害别人 甚至还能帮助别人 餐厅吃饭 然后还要让人家赚钱 为什么要伤害别人的 不是这样 但是因为要让你精进 加起用功 你不要把时间 把生命浪费在这些东西上面 所以要让你少益之主 淡薄无欲 八戒戒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如果比丘戒 那或是普查戒 那又有其他的道理 那现在从五戒来讲是这样 不伤害 那八戒不但不伤害 我还要向解脱 那五戒是向善而不向恶 要提升自己 其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五戒 那从口业 口业一般五戒就是不忘语而已 但是在十善道里面 那不只是不忘语 还有什么 不两舌 那么其实两舌 忘语 奇语 这些基本上二口都是有伤害性质的 其实都应该放在不忘语里面 就是口业里面 因为他同样具有伤害性质 那两舌破坏他人和好的动机 东加说西 西加说东 搬弄是非 挑拨离间 这有时候也要注意 那这个人跟你讲怎么样 你去跟另外一个人讲 这个人跟你讲 这个人怎么 谁 谁 谁 怎么不好 那你又去跟那个人讲 某某人说你不好 就糟糕了 这个要很防抗 那有时候 你去家中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 就居士之间不合 那一个人来讲 那个什么居士啊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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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小心说 有时候也会注意 或是你或是你跟他讲 那谁说你怎样 怎样 怎样 就糟糕了 这很麻烦 那 就会变成挑拨离间 所以 那 后来 但是这种要很谨慎 就在家也一样 就是说 你有好朋友 你有三个好朋友 但是其中两个吵架 他就来跟你多说 谁怎样 怎样 怎样 那 那你 你去跟他讲 谁说你怎样 怎样 结果他们两个好 那 他们两个和好 他就说你这个人 背后说人家外话 喜欢调波理间 就被人家 所以遇到这种事情 先不要急着 而且要讲的时候 也不能够说 谁跟我说你怎么样 然后那个人又说 因为他讲的时候 你跟他讲 他说我怎么样 他自己还不是怎样 怎样 怎样 然后你又去跟他讲 那个人说你怎样 糟糕了 这种东西 所以学佛的人 有时候都会有 因为我们的朋友里面 都会有这种 那我们自己本身要 就是念到这种的时候 就不要刻意去讲这种 有点两神的话 那一般都 一般要怎样 谁说你怎样 怎样 他正在说的时候 你不要 你不要呼和他 对啊 那个人又怎样 怎样 就算你不呼和他 你也不要讲 你也跟他讲说 其实也没有 他可能是怎样 要尽量调和和 尽量和和和 尤不是两神 和和 其实没有 他可能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样啊 然后 你在跟他那个人讲的时候 你不要 你说 你不要说他跟你讲 你因为要跟他 替他说好话 就是 也 就算没有办法 你也不要 故意去闯破 虽然他 因为他有时候是起烦恼讲的 那你把他的烦恼话 去让他生烦恼 他也生烦恼 他要生烦恼 那两个人好像 斗鸡一样 过来斗去 其实就不需要 那这个其实就是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 其实都不困难 像这些其实都不困难 因为修行老实讲 一开始其实没什么困难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的是 官无我那一部分 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官无用无我这一部分 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你这个基础要先有 你这个基础没有 你一直在那边 眼光鼻 鼻关心 他告诉你没办法 你烦恼中 你那个很难 你那个我见我爱这么重 烦恼 烦恼那么重 哪有办法 有智慧升起来 心根本就没办法专注 清静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 两舌 挑拨离间 搬弄四杯 不恶口 不说出恶的死能难堪的语言 如喝骂 冷嘲热缝 尖酸科薄的批评 恶意攻击 他这个也会 这个也很常见 恶口 因为像我们有些人是 也没有恶意 但是就习惯性的讲脏话 三字监约像这样 那这种也要注意 尤其乡下 像我们乡下十个男人 大概至少六个七个 以前我看到的 没有人不讲的 他就变成口头场 他就变成口头场 所以你就也以为没什么 骂来骂去 动不动就要问候人家 然后就越来越多 就讲这种 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是文化 其实哪里是文化 但这个要尽量 有些女众也很会讲 有些女众骂起来也很会讲 其实这种就是要克制 我以前记得我小时候 这个我小时候的时候 因为不管是爸爸 还是左越邻居的俗俗伯伯 几乎很少人没有讲的 没有人骂张话 其实真的 我想想很少 大部分一出国就是先骂张话这样 然后就习以为常 然后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读国中 读国中 那些国中同学 他们家里的大人都是这样 然后就 就动不动就喜欢骂 那这个是比较严重 当然还有一些叫尖酸胳膊的 先讲这个恶口 那我们就觉得 那你骂我不骂你 我好像吃亏 就觉得这样 其实我们平常没讲 讲不出来 你平常没在讲 真的是没有习惯 后来就会学 所以很多人就是会学 那还好 那以前我也想说 学抽烟 那我抽第一次就是 这烟这么难抽 我爸爸一天都会抽三包 四包烟 我天天在闻热手烟 可是年轻人 年轻人 你不会抽烟 人家会笑你 好像你没有抽烟 没有讲脏话 没有喝酒 你就不是男子汉 你全是这个样子 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你一边就同学吧 那国中就开始怎样 所以国中很容易变坏 我们过来的东西 所以孟母要三千 其实是有道理的 我记得 然后我们就 那两回也就 就知道的时候 就偷抽他干 还这么难抽 我一生就抽过一次烟 我就不再抽了 这有什么好抽的 那喝酒也是这样 酒这么难喝 为什么好喝的 我不是要喝的 那槟榔一直要吃都没有吃 一直没有机会吃 也不会再吃了 以前啦 年轻的时候 那骂脏话 我一辈子就骂过一次 从来没再骂过 因为那个时候是这样 就同学 你每次 每次你跟我讲话 都先 都先骂我就是了 都先悟痛 那我就觉得 你这样讲 那我也这样讲 因为 你讲我我没讲你 虽然你也没有恶力啦 又是习惯 那好像我吃亏这样 就会觉得这样 那后来有一次 我记得 我记得好像在我家 然后不知道是谁 又讲我 然后我就不服气 我也讲三字军讲他 结果刚好我妈妈听到 他过来就给我一巴掌 吃个妈妈的 他从来一次 你怎么可以学你 他讲这个 我爸爸天天讲 我素素薄薄薄 天天讲 他们都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小孩子 都不能这么讲 我就讲过那么一句 我就从来没再讲过 所以这一部分恶口 这种口业 我算还好 还算不错 还算是没有这种口业 那有一些人 这种口业就很壮 但其实你就算 你就算知道他没有恶 你天还是不舒服 老实讲 就算知道他没有恶 你天天还是不舒服 那 但这种习惯性不好 习惯性不好 那这个是恶口 恶口不只是讲这种三字军的 有意无意的其实都不好 还有冷嘲乐缝 尖酸刻薄 比如说有些人 有些人跟人家讲话 有一点 我会讲说有点恶毒 你就会想说 哎呀 那你 就是说我会想说 哎呀你这个 你这个 就是有点冷嘲乐缝 你真厉害 那是那儿子很知情的 都会知道 就很想这种 其实他不是真的夸张他 而是嘲讽他 那就是像这样的 尖酸刻薄的批评 其实这种都是伤害性的 借重点在伤害 就是不去伤害别人 恶意的公解 就不是不坏豪心的 然后讲一些 讲一些批评别人的话 就是要让人家难堪 就是要让人家没有尊严 越刻薄越好 那其实这种习惯性不好 刻薄到最后 还是刻薄到你自己 因为 刻薄习惯了 你福报就会一直损 所以叫做刻薄成家 已无成 已无酒巧 是 你由刻薄别人而来的 那么 事业还是这些富贵 基本上都不会採救 所以讲 或备而入走 亦备而出 严备而出走 亦备而入 也是这样 这个货就是钱 财产 财富 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 不好的行为而聚集来的 而聚集来的 那么也会因为不好的 不正当的方式而流失 亦备而不出 那么 话 刻薄别人 骂别人 人家也想要骂你 严备而出走 亦备而入 你刻薄别人 别人会刻薄不贏你 你跟别人计较 别人会跟你计较 你伤害别人 别人也想伤害你 你平常跟人家讲话都见善科普 人家也是对你见善科普 也会这样 但是我们学伙的人 别人对我们见善科普 我们就要看到 这种是不好的 我们有受戒 有时候我们要持这个善 持善言 我们不对别人见善科普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是不好的 自知之法 第一个是别人没有对我们不好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也不喜欢这样 所以我们也不去对别人不好 比如说不杀生 我们不喜欢别人 伤害我们 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去伤害别人 这个是从 从积极面来讲的 那从消极面来讲就是 当别人已经伤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的感受是不好的 所以前面上次有讲 其实自知之法 那自知基本上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是 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这样是不好的 就是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 比如说 我想要 我想要 我想要这个钓鱼 想跟男生来讲 那我要去钓鱼 可是我想到说 我去钓鱼 把这个鱼钓上来 第一个他生命会死伤 还没说那时候要先伤害 我的嘴巴如果被人家用钓鱼钓 掉起来 那我高不高兴 我喜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就不要去钓 是这样 就是说 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你将心比心 那你不去做伤害别人的事 第二个 事情已经发生了 别人已经伤害我了 就是别人严语骂我 我不喜欢骂别人 我不喜欢被骂 所以我不要去骂别人 可是我已经被骂了 这自知也是自知 我已经被骂了 那我更清楚知道 被骂是痛苦的 是不好的 那我就不要你骂和骂 我就不是 因为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我还没被骂 但是我会想要骂人 我想要骂人 但是我想要骂人 你想一想 如果你被人家骂你高不高兴 你不高兴 那你就不要去骂你 好 那我已经被骂了 我已经被骂了 你就知道 我已经被骂很清楚感觉 这种是不愉快的 不好的 不喜欢的 既然你不喜欢 那你要再回骂我回去 再让他不喜欢 那何必呢 也不必要 这个也是自己 你已经自己知道 被骂的感觉是不好的 所以 你就不要再把人家骂你 你再把他骂回去 就变成这样 人家刻薄回去 你就不要这样 但是这个时候 有时候很难 有一种冲动 有时候人家讽刺我的时候 我也很想讽刺回去 而且我真的要讽刺回去的时候 你会更难堪 有时候我们要讲 我们要讲到很狠毒 其实也可以 但是 因为我们有受戒 因为我们有学习方法 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就会克制 不要跟他一样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不要跟他一样造业 第一个不要 他的观念没有这种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不要跟他共业 就这样 克制 他可以修入法 我们要修少法 他可以起烦恼 我们要断烦恼 不一样 他可以自意的起烦恼 可是 我们要 我们要远离烦恼 要克制烦恼 所以受了戒 他就比较会有这种观念 所以 自知之法是 事情还没发生 事情 就是 夜还没造作 未造业死 你还没造业的时候 你先想到 假设 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愿不愿意 不愿意 那你就不要去 把这些事情交出在不愿意身上 那一个就是 你受苦的时候 已经在受苦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样是不好的 我感受是不好的 所以我不要再用他 让我受苦的方式 就是我在让他受苦 不要 他自知法 所以这个就是戒恼 所以我们说 第一个是预防 第二个就是克制 克制 我已经起烦恼 他起烦恼伤害我 我受苦 但是我克制 让我自己 不再用团团的烦恼 去让他受苦 那你能够这样做 这个就是戒恼 就是戒 而且你会渐渐 那你说 那这样不是增长小人的气焰吗 那他扔头青困 怎么办 常常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 基本上你还是要有智慧 也不是说 人家打我左脸 我右脸都给他打 你喜欢打 你就打得高兴 没有 我们何必制造苦是不是 但是就是远离 那远离 我们不需要说 抱负他 或是让他更 你给我 一般人是这样 一般的人是这样 你对我三分好 我就对你七分好 可是你给我三分苦 我就给你十分苦 这是一般人的想法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 你对我三分好 我对你十分好 但是你给我三分苦 那我不给你受苦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成就 这个堪忍力 成就这个 成就这个 就是这个力量 在我有力量的时候 我一定要固化你 但是这个就是要常常训练 要不然没办法 尤其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比如说别人讲话 其实讲话这部分 最比比较麻烦 因为别人打我 我们痛了 我们还可以忍耐 但是别人的言语 伤害 有时候在关键的地方 那个伤害性 你这一辈子 你没有办法忘记 真的 有时候一辈子 你就记那句话 好话也是这样 恶话也是这样 一辈子你就记住 你那时候跟我讲过什么 那种伤害非常的深 所以恶于伤人恨难消 力刀割体很异合 基本上就讲了 就是你被 你被那个很力的刀割到身体 那个伤口 护眼还宽 就像手断掉 半年都会好 可是那一种心 被一句话刺伤 有时候三十年 有时候一辈子都 都愚恨难消 可是你真正学佛 你一定要去掉这种东西 要不然一定会障碍 障碍 没办法成就 因为他就不乱吸盘了 不乱吸盘了 所以 有讲到这个恶口 那这个是 其实口叶是现在算是比较难吃 沙到盐还比较好吃 尤其亚洲这边好吃 西方人 西方人其实 沙到盐不那么容易 尤其是盐 他比较不那么容易 那 杀 其实他们杀生也蛮严重 所以都是杀动物 或是怎么样 那 口叶这一边比较难 可是西方人口叶 有一些看起来好像 口叶还比较好一点点 尤其他们 他们很在意 诚实这一件事 很在意 但是我们像台湾的话 台湾其实恶口奇语蛮严重 就是恶口跟奇语 那好 我们再来看 再讲到奇语 奇语就是无意义的 阿含经里面讲佛说法都是有意有利 有意义有利 有好的作用 有意有利 奇语其实有说像戏论其实也是这样 无意无利 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利益的 那我们来看这哪些是奇语 老师讲 没有意义的话 会道会名 情歌宴曲 说善 说孝搭善 或者天南地北 言不及益 那么这不但浪费时光 而且有害身陷 不放逆 那孔子一生 毁人不倦 有骄无泪 就是他没有差别的要利益切做真 有点像我们的福迪心 有骄无泪 毁人不倦 而且不疲倦 但是在伦理里面 他有两种人他没办法教 男宜宅 他一生毁人不倦 而且就是不会疲倦 就是你教我一起教你 一直教你我没关系 一直都在做教学的工作 而且有教五类 各式各样的学生他都可以教 各式各样的学生他都可以教 但是有两种人他不教 就没办法教 没办法让他有成就 男宜宅 一种就是保时终日无所用心 男宜宅 那一种 一种就是这里讲的群积终日言不及 好行小会难移灾 这难就是什么 这种有没办法成就 没办法教 就是我宿目 宿目不可挑 这种人很难教 一种 有两种男宜宅 不容易他不容易有成就 我不容易让他有成就 他一生教人无见 毁人无见 我教五类 所以一种是这里讲的言不及一 就是群居终日 一群人 群居就是一群人在一起 因为讲话一定是一群人的 你自己跟谁讲话 就闲了 群居终日 一群人一整天都在讲那些 有的没有的 类似像这样 讨论什么 讨论什么 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八卦 人家讲这样 群居终日言不及一 好行小会 因为言语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说 卖弄你自己的知识 谁又怎么样 其实不是怎么样 怎样怎样 想到有的没有的 就像八卦 好像你有最新消息 有什么 那个林志玲怎么样 公益军怎么样 那个习近平怎么样 那个李东辉怎么样 好像你很有本领这样 好像你很有智慧 分析到 其实这个 那其实就是没有意义的话 群居终日言不及一 好行小会 孔子说这种人难以再 他要成就很困难 他也很难教他 难以再 就是不要 那另外一种就是 保持终日 无所用心 难以再 这种人 这种人 整天吃着饱饱的 然后就 什么事都不做 这种就是 整天不讲正经话 这种是 整天不做正经事 不受用心 但是不会努力去做一件事 不用头脑去思考的 就难以再 一样 一样是难以 这种人 如果知道孔子说话就是 这种人 我也教不了他 没办法 他无所用心 你教他 他也不选 他根本就不去选 难以再 所以有时候 文理以外有些也很有意思 那导师这里有很多伦理的东西 很难以再 群心终日也不吉 保持终日 无所用心 很难以再 这种 这种人 这种人 我也教不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很难 很难有成就 一生没有办法成就 好 所以 像现在也有这种 最多的这种 因为现在那个 手机很发达 很多line 什么 一大堆 然后大家都传来传去 传来传去 这里会讲 所以说 后面有一些就是 很多都是 你没有经过 你没有经过的判断 你就到处传 根本就是遥远 很多人都传给我 我都跟他讲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遥远 最常见的就是 这个line 什么到 几月几号 明天就要怎么样 收费 或怎么样 都是谁 像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法师传了一段 可是我说什么 什么 什么 网路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消息 什么 什么 废青已经往生了 然后大家在争财产 这些根本就是遥远 哪有可能 台湾如果有台湾早就爆出来 那就是很多网路遥远 那有很多佛教的一些遥远 也是到处传到处传 那很多人不晓得 他就 像现在传比较多的一个遥远 也是一样佛法里面的 有人传给我 有人问我 就是说 有人传了一段话 说 谁啦 死了啦 然后做鬼啦 然后 他到了一个地狱里面 然后 那个地狱里面有很多 吃剩下的东西 困难 那一些东西 他每天都吃那种 而且很多吃不完 他说为什么多到那个地狱呢 因为他以前浪费食物 丢掉的东西 现在都 做鬼要求我把它吃回来 他现在丢掉多少 他就要吃多少 有的人听了就很恐怖 害怕 我说哪有可能 也不可能是这样 你要做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讲因果 也不是这样的 哪有可能说 你死了就 因为还是要看你的善恶业 那你这样传播很多人 就说你不要浪费食物 你吃不下也要吃 你吃不下也要吃 吃到生病 吃药不是更浪费 对 那这种 就是说 即使坏掉了 你能吃还是要吃 不然你丢掉的东西 以后你到地狱都会吃 你现在丢掉的东西 那这样 这样其实是不合道理的 也 就好像说这个 堕胎 然后有婴女 一直跟在身边 你如果没有操控它 它就一直影响你的健康 影响你的事业 听起来好像也是做好事 这样你就不要堕胎 可是这个也不是道理的 那传到最后 现在都开始慢慢操控 都有一个婴女的排位 然后早期还没有特别 准备买瓶玩具饼干 现在都还买瓶要泡好牛奶 然后饼干玩具给他玩 这越来越离谱 这根本不是佛教的 那传感出去 传到最后就变成邪见的 真的 那佛教怎么办 要有理智 不要传这些 这个其实也是奇语的一种 悠悠妄女 就是奇语的一种 就是没有意义 没有道理的 不正接的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他讲 这种有害身心的 十三月的重视语夜 因为他特别把言语 语夜这样 一般五戒就是 五戒跟八戒都是 不忘语而已 但是十三月里面 不但不忘语 不两者 不恶恐不清 因为语言在这个世间 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蓝颜浮体 蓝颜浮体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 主要是语言 所以叫做耳根最立 二十五元通 第一元通是耳根元通 其实道理就在这里 这语言它是 它是人类和乐共处的 他说十三月是人类和乐共处的 根本德行 那语言 语言 因为人跟人之间 都是用语言来传达的 假设 假设 都是妄语两舌二口其语 那么人类的和乐 这个和乐 讲到齐家治国平天象 那这后面会讲 我们等会再来讲 那么要从哪里收起 我们先下个 试试看一下